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题 The rise of oil prices made scientists search for new energy source resources to blank oil 好,那我们来看四个选项 好,第二选项呢,A是apply 好,那apply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它是一个动词 但是它的运用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广 那我们先呢,看到动词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它到底是呢,可以当极物动词,可以当不极物动词 还是只能够当其中的一种 那有些英文里面大部分的动词,它本身可以当极物动词跟不极物动词 但是呢,它当极物动词跟不极物动词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的意思一样,有时候意思又不一样 所以呢,这个是蛮困扰我们台湾的学生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呢,当我们要精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动词这方面呢,要多多琢磨一点 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apply这个字好了 那apply这个字呢,来,我们先来从它的极物动词来看起好了 好,很多同学呢,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呢 这apply这个字呢,它其实是可以当极物动词的 那当极物动词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图或者是孵 或者将什么什么东西铺在表面上 那通常呢,它会搭配一个介细词,这个介细词呢就是to 所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例句 好,我们看这个例句,它说呢 the nurse applied the ointment to the wound 好,所以各位,你们看到这边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the ointment ointment呢就是药膏 药膏我们就叫ointment 好,把它涂在什么地方呢 the wound, wound是伤口 好,那这边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这个字的动词了 apply a to b 把a涂抹在b的上面 那这时候的b呢就是wound的伤口这个字 ok,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例句 好,第二个例句呢,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意思呢,当作所谓的应用 或者是实施 同样的,它必须要搭配所谓的介细词to 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句 we should apply both theorie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好,它说呢,我们呢,应该要apply both theorie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那这边呢,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它说呢,我们应该呢,要怎么样呢 都要把理论,两种理论 the both, apply both theories 把它那个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应用在我们的语言教室里头 好,所以这边的apply,各位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apply呢,我们就当作叫做所谓的应用 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什么什么地方 好,那这个呢,是把apply呢 当作一个所谓的那个 不集乎动词 不集乎动词来使用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apply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集乎动词之外呢 它最常用到的是当作不集乎动词 那当作不集乎动词呢 这个apply呢,通常呢,它会搭配一个介细词 就是for 那搭配介细词for之后呢 它的意思呢,我们就叫做申请 好,像各位呢 那个考大,那个经过学测之后呢 要申请学校 那么就用apply for 它就可以当作申请学校 好,那我们如果说像什么单位 申请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 我们可以用apply 后面接to 接to 然后再加上一个单位 后面呢,再加上一个所谓的for 再加上一个职务 好,我们要像什么的单位呢 申请一个什么样的职务也是一样 好,都是跟要搭配这个介细词for 如果有单位的话 那我们就搭配一个 不定,介细词后面接一个单位 好,这是我们的apply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字 这个字呢,叫做replace 那replace这个字呢 基本上呢 它可以当作一个基务动词 它的意思叫做取代 OK 那取代这个字应该是不难懂 因为我们在这个字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re 跟一个place 那place呢 就是一个位置 OK 那取代呢 基本上呢 我们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等于另外一个 我们比较常见的片语 叫做take the place off 好,那这片语呢 它的意思呢 也是取代的意思 你把它的位置 给再一次的 你代替了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中文呢 我们就翻译成取代 叫做replace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好,这个字呢 也可以当作一个基务动词 它的意思呢 叫做告知 或者是通知 我们就叫做inform alright 那这inform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基务动词 好,所以呢 这个字呢 我们通常会衍生出来 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它的名词 叫做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好,那information呢 这个字呢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一个中文呢 我们就叫做讯息 或者是所谓的资讯 OK,这就是information alright 那通常的inform呢 这个字呢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句型出现 这个句型到底是蛮重要的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inform 后面呢 接某人 告知某人 一件事注意哦 它加上一个介细词 就是for of 对不起 这些是of 所以我们说呢 inform 某人 of 模式 这个句型呢 我们经常看到 所以说这个句型呢 可能同学要把它做个笔记 把它抄起来 inform 某人 of 模式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persuade 那persuade这个字呢 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总共呢 有两个音节 一个是念per 这个音节没问题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一个sway的的音 好,所以这个字persuade 它的意思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说服 好,说服什么人 做什么事情 好,那各位 那这个时候的persuade 这边就有一个比较 比较那个同学 可能要注意到句型 好,我们说说服某人 去做什么事 基本上 它有两个句型 第一个persuade 后面呢 我们接某人 对不起 这边打错了 好,我们看一下 persuade persuade OK,好 ade 好,加某人 后面呢 我们可以用intu 注意哦 接系词 我们用intu的时候呢 后面如果遇到动词的时候 不要忘记 说服某人 去做模式 我们可以用intu doing something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 说服某人 ade 好,再加上某人 注意哦 我们可以接tube 再加什么东西呢 圆形动词 好,所以这边 要特别注意到呢 这个特色 说服某人 去做模式 我们可以有 这两样 不同的写法 好,那这东西呢 同学呢 在造句 或者是在阅读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现在呢 我们回过头 来看看我们的题目 好,我们的题目 它说呢 the rise of oil prices 好,这个 the rise of oil prices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 句子里面的主词 the rise指的是上升 上升这边当作名词 什么东西的上升呢 就是油价 油价的上涨 使得科学家们 去做一件事情 好,各位还记得吗 make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十一动词 后面接到一个动词的时候 要接原形 好,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search呢 在这边呢 它是一个VR 它是一个原形动词 为什么会原形动词 就是因为它前面有个十一动词 好,所以呢 它说呢 油价的上涨 使得科学家们 他去搜寻寻找 那各位 这个search for 各位应该很熟 就是搜寻寻找的意思 去寻找了新的能源 能源就是 energy resources 各位 这个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collocation来看 energy resources 就是所谓的能源 好,那我们那个去寻找 其他的新的能源来干什么呢 oil 刚刚才提过了 是油 石油,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 搜寻寻找新的能源 来怎么样呢 来代替石油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 很明显的 我们答案呢 就选第几个呢 我们答案就选择 这一个 第二个b 取代